欢迎张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那赶紧告诉大家 这个神奇的小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这位重要呢 其实大家非常耳熟能详 而且在很多的节目当中呢 有很多专家也介绍过 确实功能非常的强大 它有一个非常浪漫好听的名字 但是在这儿呢 我想先卖个小关子 哦 还卖关子 浪漫的名字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东西看着不是很稀奇 我印象当中好像总觉得 这田间地头路边都能看得过 特别像野草啊 对 是的 对 你刚才还花了一千块钱 要拍卖什么 亏了 红标了嘛 还好咱们没有拍卖 那这样究竟这个神奇的小宝贝是什么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已经猜出来的话呢 也欢迎您散发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发送给我们 如果您回答对了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精美礼品一份 张主任 我们经常把节节和吸肉 比喻成人体的这个炸弹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炸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那么节节跟吸肉呢 确实是我们普通老百姓 在平时体检或者就诊过程当中呢 经常会发现的一些身体上的小毛病 那么这些小毛病呢 也就是我们一些危险信号 那么这些危险信号 如果我们不加以重视的话 确实有一部分的这些节节或者吸肉 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可能会出现癌变 形成我们的恶性肿瘤 那么这些节节和吸肉的形成呢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 有三大罪魁祸首 有三大罪魁祸首都在我们的身体里 那么究竟是哪三大罪魁祸首呢 那么这些罪魁祸首呢 其实我们中医是讲望门问切的嘛 在很多的我们能够看到的 能够听到的 甚至能够通过摸脉来寻找到的线索当中呢 我们是能够很简单地推断 这些三大罪魁祸首的 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可以通过我们的舌相 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就是看舌头是不是 对的 好的那咱们来看看 如何通过舌相来判断出身体 是否有节节和吸肉呢 来看一下 好的究竟哪些舌相可能会和节节和吸肉有关系呢 这样我们请两位观众上台来互动一下 哪两位 好的又请两位 欢迎你们 好 一个小姐姐 一个我们的阿姨啊 漂亮阿姨 那这样我们一起来玩一个舌头的扫雷游戏 那我的手上呢 现在有八种舌胎 你们来选择一下 看一看哪些舌胎可能会导致节节和吸肉好不好 来两位 好的我们的两位观众已经选好了是不是 我们来先问一下阿姨 你的选择是哪几个 这个我感觉挺厉害的 尤其是这个不太好了 这个可能就是毒素太大了 感觉有毒了 对 好我们来问一下这位小姐姐 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选的是第一个和中间这个有点发黄的 为什么呢 我就感觉就是这个舌头上面不平整 有颗粒感 有颗粒感 可能就跟吸肉是对应的 这个发黄可能也是就是湿气比较重 然后这个颜色乱黑的这个感觉都已经挨变了 感觉都要挨变了 好的这是我们两位观众的这个选择 究竟你们回答的是否正确呢 咱们一会儿坐下来慢慢听张主任讲解好不好 在这儿呢我们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两位 来自我们曹清华的礼物 祝二位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谢谢你们 谢谢 好的 这是我们两位观众的选择 究竟是否正确呢 马上请教一下张主任 老百姓大概都知道我们人有不同的体质 有些人呢体质偏寒 偏热 偏湿 偏淤等等 那么这些舌头呢 能够从一个表象上给我一个初步的判断 我们呢其实今天准备了一些舌苔的图片呢 也是想给大家呢 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不同的体质 包括我们正常的舌头什么样子 我把这几个舌像呢也贴在这里面 方便大家来辨认 那么其实刚才 刚才有位我们小姐姐也选择了 她觉得这个舌头呢可能不太好 因为上面有颗粒状 有一些小的凸起 还有刚才小姐姐提到了 这个舌台显然可能有点不对劲 因为上面黄色东西偏多 那实际上呢 这八张图片呢大概是四类的舌头 其中呢有两个是一个正常的舌像 另外呢六种呢分别代表了 今天我们所刚才提到的三大罪魁祸首 那么实际上呢这里面 大家选择里头 这个舌像和这个舌像 这是我们的正常的舌头 这是我们的正常的舌头 就这个和这个是正常的 对 上面这两个舌像呢 这个偏黄黄的 还有这个不太黄 但是有干裂的 这两个舌胎 表示的是一个弹湿的表现 只不过弹湿的轻重不一样 那么湿性偏重 甚至这个化热的时候 它往往呈现的是一个黄后胎 或者黄腻胎 舌体有干裂 那么刚才提到了 这个发暗的舌头 还有像这个舌头 他们的这两个舌头呢 其实是我们血鱼的一个主要的表现 一目了然 只不过轻重程度不太一样 那么像这个舌头 还有这个舌头 这两个舌头呢 是我们终于上讲气质的表现 那现在呢 是调整过后的一个 正常的一个分类了 我们能够看到 自左向右呢 分别是 这是我们正常的舌头 我们正常的舌头 第二组呢 是我们的弹湿的表现 像第三组呢 这是一个气质舌的典型表现 当然也是经重的不同 那么最后一组呢 是我们血鱼舌的表现 从颜色上 包括这个色泽上 能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那我知道了 导致节节和吸肉的形成 有三大罪魁祸首 就是这三大了 是不是 对 是的 谈施 气质和血鱼 那这样我们坐下来 来慢慢讲解一下 好的 如何判断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节节和吸肉的方法 您都记住了吗 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 欢迎您拿起手机 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张主任告诉我们 导致节节 吸肉生长的三大罪魁祸首 分别是气质 弹湿和血鱼 其中气质型人群 通常舌苔暗沉 情绪暴躁 容易失眠心烦 弹湿型人群 常常呈黄蜜胎 咳嗽痰多 经常四肢乏力 腹胀便躺 而血鱼型人群 舌苔暗沉 有鱼斑 且面色离黑 嘴唇指甲成青紫色 有时身体部位 还会有针扎样刺痛 那么面对这三种 导致节节 吸肉生长原胸 张主任带来的神秘法宝 该如何应用应对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对 说如果我们的体内 一直处在气质 弹湿和血鱼的状态之下 就有可能会长出 这些节节和吸肉了 那在节目一开场 您就提到了 这个小的神奇宝贝 把它称作是抗癌神兵 到底是什么呢 可以揭秘了吗 其实这个药呢 有一个非常浪漫 好听的名字 它叫白花蛇蛇草 哦 白花蛇蛇草 白花蛇蛇草呢 是田间地头 经常能够看到的 这样一个药物 也非常的便宜 确实非常的强大 它主要有几大作用 包括我们清热解毒 我们消用散结 然后除湿利尿 等等等等 好 那张哲人呢 今天带来的这个宝贝 就是白花蛇蛇草了 那么在这我有一个疑问 我们怎么通过 这个小小的药材 就能够防止 吸肉和节节癌变呢 好的 很好的问题 那么其实我们中医呢 都是讲这个君臣左使 一个配物和搭配的问题 那么俗话说 一个好汉三个邦嘛 如果一个白花蛇蛇草 来针对我们三种 我们罪魁祸首的这些阵型呢 其实还不足以能够解决 会给它一起搭配 那么今天我带来了三个 简单的代茶饮 分别针对了我们像气质 弹湿跟血鱼的三个阵型 好 我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吧 那我们先来说这个气质的 好的 我们第一个代茶饮呢 是在白花蛇蛇草的基础之上 搭配了像橙皮 玫瑰花 菊花 这四个药物组合在一起 通过热水的冲泡来带茶饮 我们现场可以给大家冲泡一下 我们大概的用量情况是什么呢 我们每一种呢放少量的就可以 基本上一比一的等配 可以再少一点 我们就每一个都放一点 然后我们再加热水 这个带茶饮呢 主要是针对我们气质的 这样一个临床征向来的 这里面呢 除了白花蛇蛇草 刚才介绍了以外 玫瑰花呢 就有这种行气 活血 开芋的作用 像我们菊花 可以清干明目 像我们橙皮呢 是最常用的这样一个药物 这三味行气 开芋的中药 配合我们白花蛇蛇草 针对我们像气质型的 这样一些拥有节节 或者吸肉的这样一些人群呢 是比较适合的 好的 这是第一款代茶饮 这样我们先泡一会儿 好的 我们一会儿再来喝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应该是弹诗型的 对 第二种呢 其实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一些药师同源的 这样一些食材 搭配在一起的 除了白花蛇蛇草之外呢 还有我们的艺人 就是我们的艺米 我们的吃小豆 还有我们的陈皮 我们的吃小豆 和我们的生艺人 其实都是有这种 健脾 除湿 利尿的作用 不过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吃小豆 我们的艺米 平时都是我们做饭用的 对 我们在代茶饮的时候呢 可以适当地先把这两个药物 我们先通过炒熟的方法 炒熟以后 放到我们这个杯子中 或者茶碗当中呢 进行热水的冲泡 喝喝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 弹湿症 我们还有第三个 就是血淤症 第三个 针对血淤的代茶饮呢 除了白花蛇蛇草之外呢 也有玫瑰花 还有我们的山楂 还有我们的山楂 还有我们的三七 我们三七老百姓都知道 是我们活血化鱼的 非常好用的这样一个药物 对对对对 其实山楂有解腻 化鱼 这个降血脂的作用 对我们的血淤症呢 也是有非常好的帮助 好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来品尝一下 第一款代茶饮了 哇 什么味道 很好喝 它有这个菊花的淡味 也有玫瑰花的香味 最重要是有那个 橙皮的味道 对 但是这么喝 就感觉这个白花蛇蛇草 没有那么难喝 其实没有那么难喝 对对 郎婷觉得呢 这个味道我觉得 日常代茶饮用 还是比较好接受的 有一种润润的感觉 对 小钱觉得呢 有淡淡的清香 还有点回甘 我觉得可以接受 挺好喝的 好 如何运用白花蛇蛇草 搭配不同的药材 来预防节节和吸肉 癌边的方法 您都记住了吗 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 欢迎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大一本草堂的 官方微信公众号 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 健康到我家环节 我们来看看 今天走进了 哪位观众的家中 来看看 她的健康疑惑 又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我的工作呢 就是每天给明星做造型 化妆 补妆 每天就得跟着明星的时间 由于要配合明星的行程和作息 对于杨女士来说 每天生活日夜颠倒 晚上周末加班不断 频繁出差 都是家常便饭 这不吗 又跟着也出差了 哎呀 没办法呀 工作需要 他们只要需要我 我就得就是跟着他们 围着他们转 每天休息呢 早上有时候起到早的时候 三十点 晚的时候呢 一两点 所以呢 作息之间也是很不固定的 尽管工作总是很忙碌 但是杨女士却甘之如鱼 我这份工作吧 虽然说天天很忙碌 可是呢 我感觉也很充实 我呢 也很喜欢我这份工作 每天都是热情湿湿 活力满满的 然而一次体检 却让杨女士 对自己的身体 有了担忧 我以前做了一次检查 我的肺上 查了一个肺结结 以前呢 我从来不关注这些 养生的知识 也不知道什么是肺结结 知道肺结结以后呢 我就开始在平台上看 查找 看节目 刷视频 上网查 生活中 仿佛一下子充斥着各种 关于肺结结的信息 杨女士 逐渐有些焦虑 我知道那个肺结结呢 是有一定的 癌变几率的 所以我也非常担心 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呢 对任何疾病来说 应该都是有影响的 我也想知道 生活中 还有哪些行为和习惯 可能对我的肺结结有影响 可能诱发癌症呢 好的 小片看完了 刚才这位姐姐说的 其实是很多朋友 都会有的一个问题 就是平时 可能不太注重 养生这方面的知识 但是查体了以后 发现自己有节节了以后 开始害怕了 开始警惕了 那她生活中有哪些因素 可能会导致她 长这些节节 或者说 其他的一些细肉等等呢 我们后知后觉 发现的这些问题呢 其实都是有诱因的 你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了 她经常会熬夜 生活习惯的 非常的不规律 再就是吃饭上 可能为了赶时间 可能是为了迁就工作 吃饭也不固定 再加上可能工作强度 精神压力 方方面面的原因 这些原因呢 归根到底 会集中在一个点上 就是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 那么老百姓也知道 我们抽烟喝酒 可能会影响 这个免疫力的情况 但是像熬夜 像长期的这种 高强度的工作 像我们的吃饭的 这种不健康 同样会导致我们机体 整个免疫力的下降 进而会产生 后续的一系列的问题 今天的专家呢 在现场给我们准备了一个 节节细肉 生活防癌手册 如果您想提前获取的话 方式非常简单 只要您拿起手机 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大一本草堂的 官方微信公众号 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通过刚才的讲解 我们了解到 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如长期熬夜 饮酒吸烟 精神压力大等 都有可能导致 生长节节 吸肉 甚至加速他们癌变 而刚才小片中的主人公 非常担心自己的 节节癌变 对此 张主任带来了一个 节节 吸肉人群的 生活防癌手册 如果您想提前了解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精彩内容 就能提前获取 那么生活中呢 我们该如何预防 吸肉和节节癌变呢 今天张主任也给我们 带来一个 节节吸肉生活的 防癌手册 我们来看一下 一共有三大点 来看一下 这第一大点是什么 第一点是 保持情绪很重要 对的 中文字上有一个名词 叫情治病 很早的时候 我们老祖宗就认识到了 原来情绪的变化 会导致疾病 那么保持情绪呢 实际上就是为了 调畅我们机体的气机 我们的气机通畅 我们的气血运行通畅 我们的免疫力 就能达到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的状态 所以说保持情绪的稳定 是最基本的 但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 运动的方法 来调畅我们的身体 调畅我们的气机 那张主任现场 教给我们一个小方法 好不好 好的 那我在这里 给大家介绍几个 简单的动作 来帮助我们调畅气机 好不好 好 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 也欢迎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大一本草堂的 官方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那今天张主任呢 也给我们带来一个 可以舒缓情绪的五节操 究竟该怎么来做呢 马上请教一下张主任 好的 这几个小动作呢 其实非常简单 那么第一个简单的小动作 我们先要找到一个穴位 叫弹中穴 这个弹中穴呢 在哪里呢 其实就在我们的身体前侧 我们的乳头连线的 终点这个位置 对 大家也可以来找一找 对 很好找 对不对 这个穴是我们主气的 主导我们气急的一个通畅 上行下达 那么如何来调节呢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双手 来我们的食指相扣 用我们的这个鱼剂 我们两侧的这个鱼剂 来扣积我们的这个弹中穴 轻轻地来 那么大概每个循环呢 30到50下 根据你们自己的心情啊 给你自己的时间啊 去调节 每天呢 多扣几次 想起来就扣一扣 通过我们刺激 我们这样一个单中穴 来调上我们气急的上行下达 这是第一个小动作 第二个小动作呢 我们的肝筋呢 是在我们的体侧的 在我们体侧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按摩 我们的胸鞋的方法 来调上我们的肝气 非常简单 我们比方说 我们先拿出左手 来往扶住我们的腰 把这一侧呢 展露出来 然后用我们的右手呢 从我们的腋下 这个大概这个位置 沿着我们的肋弓 我们肋骨的方向 往下梳理 稍微用点力气 可以按着 推推 然后呢 反过来一样 右手掐腰 左手 可以做 每次呢 做10下 20下 作为一组 可以和刚才 我们第一个动作 来一起来 这是第二个小动作 第三个小动作呢 是我们的牵拉和伸展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我们有椅子 有桌子 我们可以用手 我们扒在我们的这个椅背上 然后尽量地 伸直以后 身体下降 然后来撑拉我们的背部 对 非常简单的动作 对 就像拉伸一样 就像拉伸一样 那么这几个动作呢 其实目的都是一个 就是为了输解 我们的肝筋之气 对 好 特别感谢我们的张主任 交给我们这三个动作 那五节操 还有两节是什么呢 如果您想要获取的话 方式非常简单 只要您拿起手机 散发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大一本草堂的 官方微信公众号 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节节吸入生活防癌手册的 第二条是什么呢 第二条呢 就是均衡饮食 营养摄入 那既然提到说均衡饮食了 肯定是每一种营养元素 都应该摄入一些 但是对人体有益的这些水果呀 蔬菜呀 太多了 想问问张主任 您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日常多吃一些的 好了 刚才嘉宾说的非常对啊 很多患者会问我 我应该吃什么 不应该吃什么 但实际上 平时吃饭的时候 这个营养均衡 是我临床上经常会给患者提出的要求 大部分情况下 像我们的节节和细肉 在吃饭上 其实不需要特别的去 一定要避讳什么 或者规避什么 但是呢 确实有一些 吃饭的一些小技巧 或者一些推荐 我想在这里带给大家 我们身体当中呢 经常容易出现节节的地方 像我们的甲状腺 我们平时可以多吃一些 像冬瓜呀 这样的一些蔬菜 对我们的甲状腺节节 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因为冬瓜呢 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血液循环 而我们的甲状腺呢 就往往是一个 负血供的器官 那么像冬瓜这里的食物 除了增加血液循环以外 可以增加我们的利尿 排毒 消肿的作用 对甲状腺节节 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第一个就是甲状腺 因为甲状腺也是 好发节节的一个部位 是的 可以多吃点冬瓜 对 像我们肺内 我们的肺里面 也是经常会容易出现 小节节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叫保护的阵地 老百姓都知道 我们的梨子 都是我们的梨 其实对肺是有非常好的 对润肺 清肺 化痰止咳的这样一个作用 同样对于我们 肺节节的患者呢 可以适当地多吃些梨 来起到我们清肺 润肺的这样一个效果 对我们的肺节节 是有一定的辅佐性的帮助的 可以保护我们的肺部 对 这是我们说的梨子 我们女性朋友呢 往往会受到一些 乳腺节节的困扰 那么对于这种乳腺节节呢 可以考虑多吃一些海带啊 类似这样的一些食物 因为海带有非常好的 软肩散节的这样一些作用 而且呢 海带呢 也有一些形器理器的作用 我们的肝精 是会循行到 我们的乳房区域的 所以说在肝气不立的时候 肝气不输的时候 会容易出现 我们在乳房局部的 这样一些结块的出现 那我们的海带呢 是可以非常好的 起到这样的一些调节作用 海带这样的食物 是对乳腺节节的患者比较好的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面是胡萝卜 我们胡萝卜呢 其实是我们在蔬菜当中呢 是富含维生素 特别是维生素A含量特别高的 这样一类的蔬菜 多吃胡萝卜呢 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抗氧化的机制 补助我们的通便啊 等等排除我们体内 各多余的毒素啊 会降低 或未尝到吸肉发生的 这种概率和风险 好 多吃一点胡萝卜 还有一个最后就是香蕉 香蕉呢 也是我们日常老百姓 经常非常喜欢的一种水果 那么香蕉呢 也富含各种的食物纤维素 它也有降胆固醇的作用 同样也有润肠 增加肥肠动力的 这样一些作用的存在 防止我们的便秘 对于我们像 我们的肝胆的吸肉啊 我们肠道的吸肉啊 等等都有很好的调节作用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防癌饮食的五大宝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想要知道还有哪些食物 可以预防节节和吸肉的话 您可以拿起手机 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好的 咱们说完了第二条 来看一下节节吸肉生活方案手册的最后一个 注意随访时间 所以说这个是要定期复查是吗 对 是的 当我们知道了体内有节节或者吸肉的时候 我们过度紧张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我们放置不管也是不对的 因为确实有很多的节节呢 它当下不会给你脸色看 但是未来呢 有可能会出现癌变 那对于这个节节吸肉的话 想问一下张主任 大概多久需要检查一次比较合适啊 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健康养生 关注大一本草堂 像我们甲状腺的节节 我们乳腺的节节 还有我们的肺力的节节 我们差不多半年左右复查一次就可以了 像我们的肠道的吸肉 一般我们如果出现了我们的未肠道的吸肉以后 我们消化科的专科大夫可能会给你一些建议 比方说我们通过胃精的方式 静下取掉吸肉 那么在吸肉切除以后 我们其实差不多每半年左右 要建议患者来进行随访 通过我们内镜的方式 看一看吸肉切干净了没有 有没有再长出来 所以一般来讲 像节节啊 像吸肉啊 半年左右的复查时间是合适的 那咱们前面也听张主任讲了很多 如何预防节节和吸肉的发生 但是有一个方面 其实大家也很关注 刚才咱们没有讲到 就是说这个 该如何去筛查 这个容易癌变的部分 这些节节和吸肉呢 哪个地方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好的 刚才我们简单提到了 我们筛查的一个频率 那么具体的 我们不同部位的节节或者吸肉 其实检查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就比方说我们体表 前表的部位的一些脏器器官的节节 像我们的甲状腺 我们的乳腺 我们通过简单的超生的方式 就可以探查明白 假如说是我们体内的一些节节或者吸肉 像我们的肺节节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我们的螺旋CT 一个低剂量的一个薄层CT 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么胸片是替代不了的 因为我们胸片呢 仅仅能够看到我们肺内一个大概的情况 对于一些微小的节节 胸片往往能够忽视掉 所以我们的CT 是我们筛选肺节节的一个必要的手段 像我们的胃肠道的吸肉 往往是要通过我们的胃镜或者长镜 来镜下能够直观地看得到 这是我们的在不同的部位会采取不同的这样一个检查的手段 还有甲状腺和胆囊吸肉 因为甲状腺是在我们的体表 我们通过超生的方法就可以看到 我们甲状腺的节节的位置 大小 质地等等就可以鉴别了 我们的胆囊吸肉也是通过我们的超生 或者我们的CT来明确 这个吸肉有没有 大概在哪里有多大 要不要处理等等 健康养生 关注大一本草堂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一推荐 感谢看大一对本栏目的大理支持 好的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看大一环节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针对节节和吸肉的话题 大家提出了怎样的疑问呢 来看一下第一个 张主任 你好 我是多发性的肺节节 多发性的肺节节 是不是比单发性的更危险 多发性的肺节节呢 是我们临床上有一种病 叫多发性肺良性节节病 那么就是在影像上能看到肺里面 斑斑点点的一些小节节 那么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医生呢往往会通过活检的方式 先明确一下 它到底是一个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做一些初步的诊断呢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果确诊呢是一个良性节节的话 那么大可不必管它 因为这些小节节 它往往不散在我们肺的周边 而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组织器款 例如这些地方 也不会造成我们刺激性的一些 喘变呀 肝壳的症状 那么不必去管它 但是呢我们首先的明确 这些节节的性质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 想要咨询我们的专家的话 您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点击我要提问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主任您好 我六月份切除了一个肠息肉 多久复查一次呢 都复查什么项目 好的 我们结肠息肉呢 通过我们肠镜的方法 是可以非常简便 一行的去摘除的 那么摘除之后呢 我建议患者们半年左右 要复查肠镜 因为我们肠道之所以会长肌肉 往往提示我们肠道的内环境不好 就是我们的土壤不好 这个时候肌肉有可能过的时间 还会再出现 如果说我们间隔时间过长的话 就有可能会忽视了 我们肌肉重新出现的时间点 进而错过它最佳的一个直肌 所以说半年左右复查肠镜 是合适的 好的 特别感谢张主任的回答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 大一有妙方 健康养生 关注大一本草堂 生活当中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如果喝水少 经常会引起便利 那么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呢 还有其他的生活习惯 也会呢引起便利 那么我们最常用的 就是一个药物 那么好多人呢 对药物引起便利呢 并不特别熟悉 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说一说 容易引起便秘的几类药物 首先第一类就是降压药 我们现在呢 高血压的病人呢 是越来越多 那么有一些降压药呢 它本身呢 就是容易引起便利 比如是钙离子急抗剂的一些个药物 这类药物呢 它都是呢 可以引起便利的 第二类呢 就是钙质剂 那么钙质剂呢 像骨质疏松啊 这些呢都可以呢 我们都要用补钙剂 但是在补钙剂的同时呢 一般也会出现便利的情况 那么第三类药物呢 就是扛生素 我们无论是 得了扁桃体炎 或者一些个 其他的细菌感染的一些个疾病 我们一般来讲都会用什么 都会用一些个扛生素 但是呢 它有一个副作用 那就是使呢 大便呢 这个变成了一个便利 那原因是什么 主要就是扛生素 它呢就除了杀灭我们治病的一些个细菌以外 对肠道的一些个菌群 也是有一些个杀灭的作用 再也就是解热阵痛剂 那么解热阵痛剂呢 我们平常当中是经常用的 你比如说我们出现了风湿性的一些疾病 或者一些关节炎或者疼痛 比如我们经常吃酱酪 那么我们在缓解这些个症状的同时呢 也会出现一个便秘的症状 再者就是一个泄药 这个泄药呢是我们是治本身是改善便秘的 比如说还有一些个大黄 绝冰籽 番茄液这一类的 还有呢西药分炭 这一类的药物 它本身是改善便秘的 但是呢 我们如果长期应用这些泄药的时候 那就有一个缺点 它对肠道的刺激会逐渐的减弱 那么你即使再用量大 那么它呢 这个便秘呢 不但不缓解反而呢会加重便秘 所以说呢 泄药啊 虽然是改善便秘的 但是直解衣食至极 对于习惯性便秘是绝对不能用的 那好 我们就是关于药物所导致的这些个便秘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 一定要呢 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 我们通过改善生活习惯呢 我们可以呢 缓解这些便秘 比如我们多吃一些个含有粗纤维的一些个食物 比如青菜 还有一些呢 含有膳食纤维的一些个粗粮 那么这些的我们对缓解这些个便秘呢 都是有好处的 也可以有一些药食通源 那么对我们胃肠道 有一个增强胃肠动力 对胃肠呢 没有影响的这些个 药食通源那些药物 也是非常好的 那今天呢 特别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说了这么多 关于节节和细肉的相关支持 老风之老骨痛 快用曹清华 感谢曹清华牌 对本栏目的大理支持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一推荐 感谢看大一 对本栏目的大理支持 那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咯 拜拜 对本栏目的大理